在韓國街頭 你是想像不到有多少聲探 周圍走的 其實可能在街頭你唱一首歌 都有機會被聲探發掘 Hello 大家好 我是五旗康 Cyrus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我們最近製作的一部微電影 叫The Last Dance 其實這部微電影是說一群 想成為KPOP明星的年輕人 參加比賽成為練習生的故事 故事還故事 究竟大家有沒有想過 韓國娛樂文化入面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 甘願犧牲幾年的青春和時間 為了可以得到出道的機會成為練習生呢 KPOP組合之所以為大家留下 這麼深刻的印象 其實娛樂公司真是功不可沒 因為他們希望旗下的明星 無論演戲、唱歌、Rack 甚至跳舞 都可以樣樣皆精 他們每一位要出道之前 都要成為練習生 接受數以年計的訓練 想成為練習生 方法就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參加娛樂公司舉辦的 Audition 除了KPOP的發展版圖 越來越大 這些公司不會在韓國舉辦Audition 例如BTS所屬的公司 曾經在2018年來過香港Audition 如果你想參加的話 除了留意很多娛樂公司的網站之外 其實當他們舉辦大型循環Audition 的時候 就一定會放上YouTube造勢 如果你想參加 看看他們會不會來香港的話 就一定要留意著他們的YouTube Channel 第二種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參加電視台的真人騷 我想大家都會看過 KPOP Star 或者Produce 101 一班年輕人 就是希望參加電視台亮相在觀眾面前 唱歌、跳舞 只要亮相在電視裏面 就有機會被經理人看中 獲得一張合約成為練習生 第三種方法是甚麼呢 就是被聲探發掘 在韓國街頭 你是想像不到有多少聲探周圍走的 其實可能在街頭你唱一首歌 都有機會被聲探發掘 那你就可能有機會獲得一張合約成為練習生 不過成為練習生 你不要以為那麼容易 因為他們經歷很多辛酸 第一 他們要經歷一個非常刻苦的訓練 有IDOL曾經說過 他成為練習生的時候 每天起碼都要練習12小時 除了唱歌、跳舞之外 人家怎樣站、怎樣笑、怎樣說話 都要刻苦訓練 而且練習生都還要遵守嚴格的紀律 例如他們不可以有自己的電話 不可以回家 只可以獲批准下 在過年的時候見家人 第二 大家不要以為 入了娛樂公司就可以立刻出道 因為他們每個月都為自己練習生 進行平衡考試 如果你不合格的話 你都準備叮走 練習時間多久 沒有人知道 短則幾個月 長則十年都有 你永遠不會知道公司的計劃是怎樣 所以你做了練習生之後 只可以一天等一天 等有機會 可以被經理人挑選出來出道 這些地獄式訓練 未夠 如果你不幸運的話 還可能會被公司虐待 例如2018年 韓國男團 聯對East Light曾經開過記者會 大控訴他們公司怎樣對待他們 在他們成為練習生的時候 公司高層曾經試過拿棒球棍 和麥架 拼在他的頭上 或者用吉他的圓線 纏著他們的頸 當你彈錯一個音 或者走了一顆音 就會立刻拉緊他們的頸 這些恐怖的行為 你想不想像得到 你成不承受得到呢 如果你不幸運 入到這些公司的話 你就會遭受這些非人道的對待 練習生 要經歷一些重重的難關 才可以出道 所以大家可以在舞台 看到很多偶像 揮灑之餘的一面 其實不要忘記 他們背後經歷了很多汗水 和辛酸的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如果你還有其他想知道的 韓流文化 topic 留言告訴我 大家想知道更多 韓流你不知道的一面的話 就記得看我這本書 《韓流是者要練成的》 或者追蹤這個IG 我們定期都會更新 你就可以知道更多 韓流第一手的資訊 今天先說到這裡 謝謝 再見